男人自带行家缓缓走进乾清宫 乾农见到他忍不住起身迎接 满店的文武百官怀着沉重的心情 默默地给他让开一条道来 因为他是浙江巡抚卢作 是百姓们心中的大清官 浙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旱灾 他为了抗旱 亲自下地打下一万口水井 以解百姓饮水之困 他为了让流民不被饿死 不惜冒着沙头的罪名 剪碎了自己的官袍 但就是这样的一位人人称好的清官 为了给烧木失明的女儿治疗眼镜 他以借款之名 从浙江富商那里探了一千二百两银子 事发后 他自发地带上夹锁准备进京请罪 得知此事的浙江百姓们 纷纷跪下来为他送行 乾农虽然远在紫禁城 但卢浊为浙江和朝廷的所作所为 他都十分地清楚 所以当身批重家的卢浊跨进乾清宫后 满店的臣子无不沉默不语 就在卢浊要下跪的时候 乾农也是连忙出声制止 不要跪 乾农快步走到卢浊跟前 轻轻抓起卢浊的双手 看了看他手上那层厚厚的剪 眼里流露出深深的伤痛 乾农抓着卢浊的手到百官面前走着 让他们都看看 看看卢浊手上为了开运河挖水井 干活干出来的十个硬剪 看着卢浊的手手上硬剪 文武百官们无不动容 乾农指着在场的大臣们接着说道 你们也是百姓的父母官 可你们抬起手来瞧一瞧 自己那充满富台的小手上有没有老简 众臣子们听后纷纷自愧垂手 历朝历代 官员多如天上的行云 可是有几位官员是在检守为官吗 乾农放下卢浊的手 大步走回到狱岸前 因为不管他心中有多么的心疼卢浊 也不管卢浊是不是一位优秀的父母官 他都必须要亲自下令杀掉卢浊 当过皇帝的家人们都知道 乾农所用的就是帝王新术 他故意在满朝文武百官面前 以皇上的身份对卢浊表示了感激 再以大清国法的标准表示要严惩卢浊 他告诉众臣 私底下有不少大臣替卢浊求情 让他网开一面放了卢浊 毕竟卢浊公大于过 但经过一整晚的挣扎和反复思考 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个法网不能开 此时的卢浊有些蒙圈了 本以为乾农会念在他的功 起码能留他一条性命 没想到乾农却执意要斩了他 但还好起码保住了女儿 卢浊对着乾农扣下了最后一个响头 乾农也不再废话 扶袖从侧门匆匆离开了大殿 卢浊从地上缓缓爬了起来 挣了挣家板就要奔赴刑场 无声的大殿里突然响起刘统训的声音 仿佛是一声惊美 乾军宫内的所有大臣们纷纷撩起官袍 齐齐朝卢浊跪了下来 送别这位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好官 卢浊目光早已饱含泪水 他也双膝跪地还礼 此时此刻 卢浊将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对在场同聊的忠告 当然乾农也并非真的无情 就在卢浊即将被砍头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刀下流人 卢浊还以为有奇迹发生 可传话官的话却让他再次陷入了绝望 因为来的并不是大赦的旨意 只是一块由乾隆擦过眼泪的黄仇帕子 卢浊死了 远在浙江的卢产儿伤心欲绝 认为是自己害了父亲卢浊 于是直接用一把箱 重新熏瞎了自己的眼睛 并从此仗剑漂流远方 而柳涵越以身化成一支蜡烛后 他的妹妹刘品越就剔赌维尼 日夜陪伴在姐姐身旁 只是可怜了白爷 他曾花了二十两金子给刘品越赎身 为的就是与他共度一生 但白爷的痴情被一旁的小叔子都看在了眼里 他当即决定嫁给新好的白爷 正如小叔子与白爷的初次见面 白爷教小叔子江湖规矩 一狗不看二门 一女不嫁二夫 分别对应的是 米乳城的手才狗不会听米少爷的话 选择了自杀 小叔子和米少爷的缘分尽了 嫁给了白爷 而与小说原著不同的是 电视剧中的小叔子在与白爷拜完堂后 他悄悄给白爷留下一把小叔子 便悄然消失了 而我们的男主米和因为自己的优柔寡断 与他拜堂成亲的媳妇柳寒月 变成了一根蜡烛 为他怀过孕的前女友卢产儿 在重新变回了瞎子后 扔掉了他的画像 从此仗剑漂流远方 一直爱着他的小叔子 也彻底从他的人生中消失了 当所有的女人纷纷淡出米和的生活后 米和从此一心搞事业 为钱龙朝掌管皇家粮仓达28年之久 天下粮仓到此结束 以始为贱品历史风流人物 我们下部剧见